白宮資深官員公布11月8號開始的入境美國新措施細節 從美東時間11月8號凌晨0點開始實施 也就是台灣時間11月8號中午12點以後起飛的班機都適用 台灣旅客11月8號開始只有打完兩劑BNT莫德納或者是AZ疫苗14天後才能入境美國 我們先來聽聽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的說法 為四次零售的話 訪法台灣日 North more 只有女子的一樣 needle samp中加進去領巴默isin 이에一直沒有適用 日本未来也要達到 新的規定要求所有入境美國的航空旅客都必須完全接種 新冠疫苗要提交接種證明搭機前三天內的陰性檢測報告 還要提供有效的聯絡資訊作為可能的疫調追蹤使用 那麼疫苗種類必須是美國食品技藥物館旅局 FDA或者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授權使用的疫苗 也就是包括輝瑞、BNT、莫德納、嬌生、AZ 還有大陸的國藥和科興 疫苗混打也可以但必須兩劑都是在美國FDA或WHO緊急授權的疫苗名單上 而且兩劑疫苗接種間隔不能少於17天 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的外國旅客服和特定條件還是可以入境美國 首先是為滿18歲的族群 再來是因為醫療狀況不能接種疫苗的個人 還有美國疾管局認可的特定疫苗臨床實驗參與者 目前是只有Novavax還有AZ 以及疫苗覆蓋率不到10%的國家 但是這疫苗覆蓋率比較低的國家旅客 旅遊目的不能是商務或觀光 必須是要必要的旅遊才可以 那麼沒有完全接種疫苗 但可以入境美國的旅客不管是不是美國國籍都要提交出發前一天之內所做的檢測報告 兩歲以下孩童不必篩檢 兩歲以上未滿18歲的檢測報告 要搭機前幾天則是和同行的成年人一樣 至於美國新的入境措施實施日期只剩下兩個星期 如果你有搭機計畫還是要提早做準備 最實際的就是搭機日當天早點到機場 可以想像的是航空公司地勤人員要檢查的資料還有文件 都會比過去還要來得多 TVBS新聞黃松普尼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